Hello,大家好,我是塔塔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道非常简单又美味的纸包鲑鱼 上一集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早餐 今天这一集,我们接着来做午餐 我自己的食量不大,有时候吃过早餐,午餐大概就不会吃了 或者是像这样简单的弄一份烤物来吃 今天准备的蔬菜有芦笋,先削5-6支 下面这边比较粗一点,可以用刨刀把外皮刨掉 这边的口感比较不好,我通常会先切掉一点 小番茄大概准备10颗左右,先对切 建议使用成熟的黄柠檬,这样比较不会产生苦味喔 大概切2-3片左右就够了 剩下来的柠檬你可以挤出来泡成柠檬水 柠檬对瘦身很有帮助喔 现在呢,鲑鱼差不多已经退冰好了 用饮用水稍微的冲洗一下 然后再用厨房纸巾擦干 用一点盐巴、白胡椒粉调味一下 抓一抓,抹一抹 再加入一点酒 先这样静置15分钟左右 这一份剩下来的鲑鱼就先用保鲜盒装起来 我也吃不了那么多 我先撕一张烘焙纸铺一下底 然后把芦笋放上来 好像乳笋不太够,我再补一点好了 稍微的排一下 然后把鲑鱼放上来 转个方向好了 再切一点蒜末 把这些蒜末均匀的铺在鲑鱼上 把这些蒜末均匀的铺在鲑鱼上 我觉得烤鲑鱼加一点酸豆进去应该会蛮好吃的 大概用一大匙的酸豆加一点水清洗一下 然后把水滤掉 再把酸豆铺在上面 还有这些小番茄也放进来装饰一下 最后是柠檬片 嗯,光是这样摆看起来就超好吃的 这边还有一点柠檬挤一点上去 淋上一点初榨冷压橄榄油 我想在上面再撒上一点干辣椒装饰一下 再来一点黑胡椒 现在就可以来包裹一下我们的纸包鲑鱼 先抓两边,然后把它们稍微的卷一下 差不多这样就可以固定住了 两边也是这样的方式,把封口卷起来 然后放到烤盘上面来 烤箱先预热到190度 等预热好之后,再把整个烤盘放进烤箱 大概烤10-12分钟左右 时间就看你的鲑鱼大小厚度而定啰 哇,好烫! 先拿一个盘子来装一下 现在还蛮烫的,我等一下再开好了 哇,看起来好好吃喔 这么简单又美味的纸包鲑鱼就完成啦 放上一小株的百里箱装饰一下 看起来就更有质感了 我先切开一小角帮大家试试一下喔 这个鲑鱼好嫩喔 然后鲑鱼跟酸豆的味道很搭 可惜酸豆好像放得太少了 我中午没有吃淀粉,来喝一杯气泡水 增加一点饱足感好了 像这样中午简单的弄一份 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而且还很有饱足感呢 对于正在减重的人,纸包鱼是很不错的料理喔 好啦,今天的一日三餐就到这里 下次会跟大家分享我的一日三餐晚餐料理 敬请期待喔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